青台康瑞进逼东部地区首当起冲 由于强度持续增强 台九线苏花公路全线 从晚间六点开始禁止车辆进入 晚间九点后是全线封闭 目前在台东蓝雨已经出现了十一级强阵风 台风步步进逼 让看天吃饭的农民们提心吊胆 台东的高经济作物世家火龙果都已经进入采收期 今天白天火农赶紧趁着风雨来临前 采多少算多少 世家火龙们趁着风雨前 赶紧把一颗颗之多饱满的牛奶世家 采收起来放进篮子里 辛苦一年就盼这一刻 遇到台风威胁 火龙急着采下 但不熟的也只能期待老天垂帘了 风台买来就变得更热 这开火这比较严重 这也是会欢乐 他刚刚有清风的 有做记号的 有的比较小的 这种比较怕 同样听天由命的 还有位于台东北南乡的火龙果园 果农庆幸地说 刚好已经成熟的都能采收 这一片可是专门外销中国的水果 一斤要价85元 如果被台风搅局 后果不堪设想 随着康瑞台风步步进逼 在最后一刻 股农抢多少就多少 只希望这台风 别把他们的心血全都扫光 新唐人有的电视 综合报道